好 觀眾朋友 我們前一個階段 討論到沈柏陽說的 所謂的第五縱隊在台灣潛伏 可能有幾十萬人 如果兩岸發生戰爭的話 這些人就會變成 理應外合的間諜 那當然沈柏陽委員後來有說 媒體誤會他的意思 有點斷章取義 他說第五縱隊是假議題 他沒有這樣講 儘管我們把他前後文都列出來了 可是沈柏陽的黑熊學院 我們看到這是今天接下來的圖 他在網路上持續招募 賣一個課程 叫做第五縱隊識別 首波特惠價900元 旁邊有年輕朋友已經去參加了 我的意思是 你有在說謊吧 怎麼會是假議題 你第一時間受訪講的話 是真的 是你的心裡話 不是嗎 來 諸柏陽 其實我剛剛想要說 原來6月4號說有這個 6月4號說有這個第五縱隊 然後6月11號馬上改 我以為說台灣黑熊會轉彎 可是我現在想到一個實際上 我可以提供給范委員一個書 一個實際上的例子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一美國人跟日一美國人 都被人家說 他們有可能叛國 那是在戰爭時代 所以那個時候有所謂的集中營 之後美國 我記得我不記得德一的美國人 獲得多少的compensation 不過日一的美國 6萬美國人獲得將近13億美金 如果我提議沒有錯的話 那其實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劇 這是美國史上最稠陋的一面 那所以為什麼後面 剛剛不管是我們 李委員講的民團也好 還是後面所謂的這個 麥卡錫蘇 為什麼會變生物痛絕 因為美國本身來講 就是一個大熔爐 我們剛剛講到的東西 讓我想到說 我先高中課本再讀 有關美國南北戰爭 黑人白人之間 完全不容的感覺 為什麼說我們不能 我們不能海納百川 我們很務實想要把台灣變得更好 把中華民國變得更好 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的國家 但是我們卻看到說 我們不能容許任何其他人 只要有政治不同的意見 然後我們覺得說 他有任何協同不同的意見 我們就要懷疑他 最可怕的是協同 如果你是外省第二代或第三代 你很可能就會接一個標籤 那是老話跟那個韓傳奇 那是以前 現在是變成陸配 那未來是不是外配 未來是不是只要跟執政黨的 意識形態不同 你就不夠愛台灣 你就不夠在這個土地上生活 這是我最擔心的一點 因為就算在美國 也沒有這麼誇張的事情 美國是我們很多時候 都把美國當我們的paradise 幫我們的典範 但是我們沒有美國的包容 很明顯的現在執政黨 沒有美國的包容力 我不管是共和黨 民主黨 還是哪一個政黨 只要執政好政黨 我們沒有看到這樣子的信心過 這是我覺得非常非常shame 那個剛剛范芋委員 當然對那個沈柏洋 他認為說因為他過於憂心 所以試圖幫他講了一些的話 但是沈柏洋為什麼會這麼多憂心 為什麼我們這些人 好像看起來都不是太憂心 因為你就把全台灣 都當為匪諜你當非常的憂心 那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一個認知呢 而且重點是他過去來說 常常講話就是 永遠都是只要發生什麼事情 只要是太不符合 這個執政黨的需求的時候 當沒有辦法做出任何解釋的時候 永遠告訴我們 這是對岸的認知作戰 這個認知作戰 我是自己學認知心理學 我現在都變弱智作戰 搞得我現在已經有點認知失調了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就是 當你已經有一些先見 然後你往這個前提裡面去做發展 你當然會處理 每個人在問你一句話的時候 你就會前後講的是非常的不一致 我想大家覺得最辛苦的地方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告訴大家說 我們有幾十萬的人 我們資源也才15萬8 你這樣說起來 我們好像有三分之二 全部都是屬於 已經是屬於高風險的一個族群了 立法委員是不是高風險 好啊 設定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填好 我們要跟誰去見了什麼面 你就覺得我們一點都沒有風險了嗎 那那個如果說有機會去交一個女朋友 去跟他睡在一起的 那你這個到教他怎麼去交代 趙天玲啊 趙天玲不是就有小生 我已經不想再特別提到他了好不好 他現在也得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職缺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 你的憂慮是來自於 你對太多的事情 你都是過度誇大的去做一些解讀 然後讓自己心生 好像你周圍都是充斥的 這麼不安全性 事實上台灣就是一個很民族 很自由 我們要對我們台灣的民主社會 來有信心 就像是乃津剛剛用到這個 教育部長這個例子 我也覺得匪夷所思 你要對你的學生有信心 當他們看到這些訊息的時候 你要對他以為判斷有信心 你要對你的老師有信心 他即使去中國道路走了一圈 他再回來 他講的話是代表他自主的一個說法 很多學生就這樣冷冷的看著他 你以為這樣學生百分之百 都要聽老師所講的 然後你自己還在這邊講說 這個東西無法可管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對話 所以當你把整個台灣的社會 變成人人都是匪諜的時候 我告訴你那種保密防諜 把別人防得像一堵牆的 這樣的氛圍就出來 那這樣台灣社會還剩下什麼 不要再做這樣的一個謠言了 他為什麼是黑熊學院 坦白講就是做思想改造 做一些特定的意識形態的 那種偏差觀念的灌輸 這個就是在台灣的內部製造敵人 你知道我剛剛講的 美國那個所謂的民團 其實他們真正的生成的價值 就是白人諮商主義 他們就是種族主義 他們就是在排斥其他的族群 就KKK那種 對 我講民團是他們 其實憲法要保證 他們就自己可以像民防一樣 可以擁有軍隊 自己可以訓練自己的人員 黑人也有Black Panther 但是那個是 這是民權時代 那個跟那是無關 所以這個成為美國社會的 一個很基礎的 基層的一個動亂的原因之一 美國聯邦調查 曾經去圍堵這樣的一個民團 爆發大規模的槍戰 死傷累累 這個像這種特定的這種意識形態的 這樣的一個舉動 我認為黑熊學院 是應該要被譴責的 我認為很多的工作 是政府應該去做的 你個人來做 你個人為什麼要做 為什麼這麼大星期在做 而且上海就講說幾十萬人 這些人應該是要被監控的 你就在關輸特定的仇恨的 那樣的一個思想 這樣的一個見解 你會影響很多人 於是年輕人 然後你在這社會裡面就變成 兩個人之間就是沒有辦法信任 你帶著有色的眼光去檢討人家 你知道兩岸真的要從事軍事鬥爭的時候 我們全部的2300人都團結在一起 都不見得可以把握住 這個小島的安全 你在那一部平常 你就在製造敵人 分化自己人 我請問你 你戰爭的時候 你希望大家團結嗎 你團結的時候 平常就要做起了 不到戰爭的時候 你們跟我走 你平常你怎麼帶人 對不對 你平常怎麼帶人 你平常在分化 在破壞團結 然後你說戰爭的時候 大家要團結 怎麼團結 你跟我講 全球都有間諜活動 這個我贊成 我同意全球都有 你要在做間諜戰 這個已經有國安單位了 我們有很多的預算 有很多的人員在做的 可是現在沈柏陽委員提供的是 幾十萬人是高風險族群 幾十萬人我來算一算 陸沛可能有30萬人 台商Maybe50萬人 可能包括立法委員 包括他後來說的大學教授 還有村里長 加加起來差不多幾十萬人 八九十萬人 這是他一開始講的 需要高度的來管理 台灣現在沒有這樣的單位 所以我們需要來高度的管理 當然他現在已經改口了 某個程度他改口了 希望他可以往好的方向走 委員 我想就是他講的部分 講的其實是一種風險 但回來講 其實剛剛大家講的 有點太滑坡了 就是他真正我們台灣 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所以以他最近所提的這個修法 其實立委去中國 要不要需要先就是說 能夠報備或者審查可以討論 可是我想提醒大家 台灣的牽查委員 是需要做這件事情的 所以既然這些相關的法規 他就是在做一個 所謂風險的一個篩選 那就是說如果有些人覺得 他會有危險的時候 那他其實有報備之後 一旦真的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那其實你也比較容易 所以我要這個eil貽 就能夠開始 那其實